BMI 的一个程式 这个程式的话可以判断你 BMI 值是多少 并且给你的评语 那界面的话呢 就类似长得像这个样子 首先的话你们可以找一下 就是说呢 在网路上有那个 BMI 的一个 BMI 你就输入 BMI 的 就会有一个计算 BMI 的一个范例 其实我们主要是根据这个额来的 当然你可以写一个跟它一样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程式 那里面的话包含哪一些呢 比如说我们要知道 BMI 就是 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 就是你的 BMI 值 那 BMI 的里面有一些判断的依据 比如说里面包含就是过轻 还有正常范围 还有过重等等的这些 那最后呢 我们如果输入 假设如果今天这个程式 我们要做的 比如说我身高 身高我175 主重的话我 很久没两个 好像70吧 好 一个诊断 对吗 这不整 只说 65 65 65 好 这就是说诊断结果会跳出 另外诊断的指数也会出来 诊断 那我怎么知道 像这个诊断结果 实际上你可以自己去想 只是说如果你不想去思考太多的话 你可以从检视原始码里面来看 那像这个网页 它做的 它怎么做出来 实际上它是用这个JavaScript写的 实际上它是用这个JavaScript写的 那我们第一端可以有提到 JavaScript实际上是 坑外端执行的 也就是直接在网页上执行 它并没有 不需要一个伺服 那ISP单内则是需要伺服 我们 假设我写的话 是深文端 执行完毕 再把结果丢给浏览器去执行 去显示 所以两个是差很 就是不一样的 一个是坑外端 一个是深文端的 那这边其实你可以从 就是说呢 可以从这边得到什么 就是说里面呢 有一些评语 有没有 假如说你不想花太多时间呢 去想这些评语的话 你可以把它怎么样呢 拿来参考 到时候秀的话 就秀这些就可以了 不然你光想那些 就想破头了 总共有几种 如果说它BMI呢 是